我们看到表面上显示的是现在台湾统地制度当局不同的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的问题 首先是台湾的交通部门说要在明年的3月份开放台湾的游客来我们中国大陆旅游 那在当时实际上台湾的大陆事务中国部门就曾经打枪说 这仅仅是一个台湾交通部门的内部的规划并没有做成政策 好 过了几天之后 现在台湾的大陆事务中国部门又说可以开放 但是每天只能是限制两千人这样一个规模 那这样一个在台湾的执政当局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这种相互打枪 互相掐架这样一个行为 表面上可能是体现的相互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协调 内部这样一个工作的机制的缺失等等 那实际上这背后反映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说 台湾岛内的执政当局对于开放台湾民众来我们中国大陆旅游 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基于这个选举的利益 基于他的意识形态的考量 他们不想开放台湾等的民众来我们中国大陆旅游 因为这有助于这个化解两岸之间很多这种误解 有助于增进台湾等的民众对我们中国大陆的认知 那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搞的很多骗票的作为 可能就搞不下去了 也就是说如果开放的话 会对这个民进党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以他现在这样一个选举的作为会有所冲击 但另一个层面他们也非常清醒的认识到 目前台湾岛内有4000多家旅行社 它的从业人员就更多了 而且经过疫情几年之后 更多的台湾民众希望到我们中国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 那这一股民意或者这一股这个岛内民众的呼声 它也不得不正视 于是乎他在享受这种所谓的在明年三月份开放 而且这开放也要限额2000人 以及说相关的航班的配套并不给你完全做到位 等等这样所谓的做半套的这样一个做法 有没有人建设 vomiting